英锦赛丁俊辉破百3-6指不次轮 特鲁姆普九连胜对手 北京时间11月28日晚 2021斯诺克英锦赛展开了正在第二轮第二日的争夺 中国一哥丁俊辉虽然轰出单杆134分 但仍以3-6不敌55号种子萨姆克雷吉 无缘第三轮 见世界第二贾德特鲁姆普轰出四杆武林家 以6-3战胜62号种子克里斯马克林 好取对对手的九连胜 晋级第三轮 总共有128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女将吴安仪在内 共有26名中国球员 比赛从首轮至半决赛都采用11局6胜制 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 冠军奖金20万英镑 此前二人只在2015年国锦赛资格赛中交手过一次 丁俊辉6-4取胜 本场比赛首局丁俊辉出现两次防守漏洞 克雷吉则打出单杆55分 以65-15先胜一局 第二局丁俊辉一次击打黑球失误 一次叫黑球失误再次送出机会 克雷吉70-2再胜一局 第四局克雷吉轰出单杆69分 以75-41再胜一局 大比分3-1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然而接下来克雷吉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 接连轰出单杆105分和84分 以105-0 67-51和96-0 连胜三局大比分6-3晋级第三轮 休息归来第五局双方都打出了单杆50加 不过特鲁努普在打出单杆54分后出现简单失误 法克雷随即轰出单杆51分 以73-54再次将大比分超出